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鸿达苏教授 苏教授早 风鸣早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苏老师一周国际焦点 当然要从上个礼拜四 美国时间上个礼拜四 台北时间礼拜五的早上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一番演讲 因为这个演讲 他刻意的挑选了尼克森图书馆 因为尼克森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交往的 第一个美国总统 第一位美国总统 不是建交 而是交往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然后更重要的是 他提出来的内容 其实中美之间等于是回到了美苏之间的冷战的结构基础了 对 蓬佩奥这边在中文的翻译 很多人把它翻成反共习文 就是说他宣示了美国或者川普总统的一个大政策 就是其实是反共 甚至有人说是反华反中 那么就像你讲的 就是特别选在尼克森图书馆这个意义很深 那我大概先把他的内容讲一下 然后再讲一下我的判断 就是说我把他这个整个YouTube 现在YouTube真的很方便 把整个看过了 看过以后再把他的这个逐字稿 因为这个逐字稿都出来了 再把整个看过 那我讲我把分成四点 第一个就像大家所说的 这个代表美国跟对不起 美国跟中共这个交往政策的结束 什么叫交往政策呢 就从19寒战爆发以后 1950年一直到1970年 那个是一个反共的时代 我想我们在台湾这个感触就很深了 因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转变 其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台湾 1950年寒战爆发以前 美国的政策其实是放弃台湾 是放弃台湾 那么但是寒战爆发以后 美国是180度的转变 反过来是支持中华民国 而且这个支持是全面性的 包括在联合国支持 我们的安理会会员 大家想我们曾经是五个安理会 这个常任理事 我们还可以否决这个安理会的议案 那么同时给我们政治军事经济贸易 人才各方面的援助 可这个援助到了1970年 又是180度的大转变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一个交往政策 对中共交往 对台湾某个程度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背叛跟放弃 维持了最基本的关系 但是正式的邦交 军事的援助都受到限缩 那么龐贝奥这个文章 被认为是从1970年开始 美国对中共交往政策的结束 大家看一看 大概50年过去了 那么他这个里头 他这个明白的讲 他说过去我们是要交往 但是他的自我的这个 自我的这个托词是说 我们太天真了 就我们觉得交往以后 他们会改变 他们会越来越负责 就我发现都没有 所以那这个背后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美国的交往政策 当时的目的是要牵制前苏联 是啊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其实美国这个政策非常成功 是啊 因为美国联合了次要的敌人 就是中国大陆 而消灭了主要敌人 就是前苏联 所以在1970年到1990年 只是20年之间 其实前苏联就被消灭掉了 所以这个是美国这个大战略 还是非常成功的 那从1990年到现在又30年 是后冷战时期 那后冷战时期 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 其实也是非常成功 因为中共其实基本上 也不敢挑战美国 而且是按照美国所制定的 国际的规则在走 那只是呢 这10年 就从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 其实世界发生了反转 那个反转就是 美国的实力看起来 没有像从前那么雄厚 而中国大陆的实力迅速的上升 可是如果不是你2008年 发生金融海啸 我觉得全世界不会看到 美国的衰落 应该是说 我觉得当时可能是 如果没有这个金融海啸的话 大陆的起来 其实可能还是一样的 可是美国的衰落 不会这么的强烈 或者是说 美国的 美国对于市局的孕妇 不会显得这么 左之右触 那所以在这个 那刚好呢 大陆的这个崛起 又碰到习近平的强势作为 对内的强势 那么所以 那么他在这里头 强调几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还是值得大家来观察 细看 他第一个他认为 他第一个他认为 习近平已经彻底的 解构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制度 他用这个 他说习近平已经解构了这个整个制度 而中国的威胁呢 是贸易的 是科技的 是价值的 第二个是 整个中国在 中国大陆在习近平的主政下 对内的压制是强化 对外的行为是更具侵略性 这是他的一个定性 然后第三个是 对中国共产党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信任 所以这篇文章在这个 在这个后来被下了一个标题 这标题不是宝贝尔自己下的 是别人下的 叫做怀疑跟检 怀疑跟检视 他distrust and verify 这个字的用词 是当时雷根总统 对苏联的用词的一个调整 当时雷根总统 开始跟郭巴奇交往 他说 trust and verify 就我开始跟你交往 我相信你 不过我也要核对 但是呢 帮贝尔这个 讲了这句话以后 就被下一个标题是 不信任和核对 就我原则上不相信你 除非你让我相信 这就很大的不一样 就原则上我不相信你 那除非你让我相信 那第四 因为雷根的信任与核对 其实促成了雷根跟戈巴奇夫 很重要的合作 对 可是如果你是以不信任为基础的话 其实不会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 所以他这个时候 然后他这里头就 讲了一个 就就把 不管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公司 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 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 他都用一个词叫 not normal 就是你不能把它看待成 正常的国家 正常的镇长 正常的军队 正常的访问学者 正常的学生 正常的公司 那这个整个就是把中国大陆特殊化 就是说 我完全是用一个特殊的概念 去对待你 因为他一直用这个词 not normal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不是正常的军队 不是正常的公司 那这个概念就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么第二个是 他在这个里头 从头到尾 对习近平的称呼 都是总书记 这个就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刻意的一个称谓 以政党的领导人 而不是以国家领导人 而且他的身份是国务卿 他的身份是国务卿 我要讲一下美国国务卿 他是一个比我们一般认知外交部长还要大的一个职位 他是首席部长的概念 如果各位到这个美国的使领馆 包括AIT 他的这个照片的挂法就跟所有国家不一样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只挂元首 包括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一定现在只挂蔡英文总统的 那比方说像这个法国一定挂法国总统 不会有总理 但是美国的使领馆都挂三个人 中间是总统 右边 我们面对他的话 左边是这个 左边是这个副总统 右边是国务卿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挂法 就是全世界只有 只有美国会把这个国务卿 就外交部长挂在他的使领馆 这个是很少的 就几乎没有 我所认知到的国家没有人这样说 所以我们当初把他翻译成为国务卿 其实是有道理 是有道理的 他是那个secretary of the state 把他的那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有凸显出 对 那但是他称呼总书记 而且他从头到尾 这其实很没礼貌 从头到尾 他就是刻意强调 你不是一个正常国家 第二个是从头到尾 就是中共 就是CCP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他用了一个词 其实是坦白讲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暴君 就T-Y-R-A-N-T tyrant 这个是在希腊文里头 是一个tyrany 这是一个暴君 暴政的代名词 所以tyrant 他跟king不一样 他跟这个 他跟这个monica不一样 君王不一样 他其实 在整个 这是在骂人 对 就是一个暴君 不过他的暴君 他有点是一个 有点像我们说 秦始皇这样的概念 他是一个强大 而且很有能力的暴君 大概是用这样 但他用了 直接用这个词 他说 今天我们对 中共 对中国共产党对抗 是在自由和暴政中 做选择 这个让我感觉 我想如果今天 蒋介石在世的话 他一定觉得 宝贝奥是他最好的朋友 就讲的话 几乎是完全一样 那第三个呢 他第三个是 他把所有 跟中共现在 所有这个反 反中共的势力 全部在点名了 包括台湾 就他好几次讲到台湾 那也讲到新疆 也讲到维吾尔 也讲到 就是说 在新疆的哈萨克人 也讲到魏金生 也讲到王丹 也讲到天安门 也讲到香港 就是把所有中共现在 某个程度是 困难的地方 困难的地方 全部做了一个点名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这篇的影响 国际效应如何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大政治系 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永达苏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那么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的这一篇演讲 他当然在全世界 都引起了关注 那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 国际上面到底如何看 这一篇演讲 那你把它讲清了 很多人会觉得说 就是川普选举 所以选举的时候 最后的反中策略了 所以蓬佩奥才出来 这一篇演讲 但我相信蓬佩奥代表的 反而不是川普 反而代表的是另外一批人 那么可是国际上面 能够认可吗 蓬佩奥这篇演说 能够让他赢得 在历史上美国国务卿当中最知名的20世纪 就是肯南跟基辛吉了 他能够因此赢得了像肯南基辛吉这样的地位吗 最后那个主持人有提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他倒不是提到肯南跟基辛吉 他提到马歇尔 就1947年马歇尔在哈佛大学 他说在你的母校 因为蓬佩奥也是哈佛大学毕业 他说在你的母校发表了马歇尔计划以后 就改变了世界 他说这是对 蓬佩奥当然很谦虚 他说我不能跟前辈相比 当然不能 但是蓬佩奥在这个里头 但是马歇尔应该这样讲 马歇尔当时的 在1947年 如果各位去看他在哈佛大学演讲 这个就是后来美国援助计划的 马歇尔计划的开始 但他有两个东西非常 跟这个蓬佩奥不太一样 第一个 马歇尔当时并没有指名 骂这个史达林和这个前苏联 他只有说 受到内外共产党或者外在威胁 那第二个 马歇尔当时 其实他的这个计划 仅止于限于欧洲 这个很重要 就是他的反共的概念 其实是很弱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真正受共产党 最大威胁的是中国 可是马歇尔计划 是明显把中国排除在外 就是说马歇尔计划 只针对希腊和土耳其 还有欧洲国家做援助 所以他的对象是苏联 对象是 往欧洲的发展 往欧洲的发展 他认为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不是 不是共产党 是土地改革者 就那个概念还是 很很轻微的 还是一个 就是说支援欧洲的概念 胜于反共 就是说 我为了要支援欧洲 所以我提出一个理由 去支援欧洲 那当时其最受共产党 压迫的其实是中华民国 是中国大陆 可是完全把 当时的中华民国 排除在外 而且甚至在 马歇尔援助欧洲的时候 还对当时的 中华民国的军队 做武器禁运 就因为 为什么 因为你打得好像太顺了 你好像快赢了 那不行 你会造成内战 那所以 那蓬佩奥这个不是 他指名道姓 我现在再举三个例子 他在这个里头讲 用了一个字叫科学怪人 叫Frankstein 这个是一个1818年 在英国出版 很有名 后来改编很多电影 那就是一个科学家 一个疯狂的想法 他想制造一个完美的人 最后造成了一个怪物 他用这个来指称中国共产党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等于是雷根当时讲 邪恶帝国的概念 就是说 完全把你妖魔化了 这个非常 第二个他就讲 他说习近平和这些共产党人 他们是马列主义 真正的信奉者 他是True Believers 那这个定性很重要 那个定性就跟 当初美国开启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援助 或者市场开放的时候 对邓小平的看法是相反的 他们认为邓小平 你表面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实际上 你其实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 你正在朝着我们方向前进 可是 他现在把习近平做相反 表面上 他好像是资本主义 好像是国家 实际上他骨子里 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信奉者 而且他还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他们这些信奉者 还真的相信 这个世界正朝向他们走向 坦白讲 他讲这个方法 倒是跟大陆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的 整个思想教育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 这几年 这个2013年以后 大陆整个思想教育 是不断在强调 中国制度优越性 这个是有 然后最后呢 他还讲到 就是 他 还讲到 就那记者就问他 那主任问他 那你这样的话 当初尼克森为了要对付前苏联 所以跟中国大陆交往 那你现在是不是 为了对付中国 你要跟苏联 这个跟俄罗斯要和好 这个里头非常重要的是 蓬佩奥讲说 他讲了一个 他说的确 我们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跟苏联 他用work with Russia 是可以跟俄罗斯 俄罗斯一起来工作的 那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 美国的国务院 就对德国外交部提议 要求德国邀请俄罗斯 普丁总统参加下半年的G7 但是被德国拒绝了 他说因为东乌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乌克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但是德国这个拒绝 其实背后就是 我觉得不只是对俄罗斯的政策 而是对于 宝贝奥这个概念的回应 好所以我们现在 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 国际反应好了 因为呢 这个演说 大家可以去细看 那个内容的那个全文 但是我觉得国际反应 我们来整理一下 国际反应对这一篇 演说的态度如何 这为什么我要问说 他能够达到 马歇尔这样的地位吗 他能够达到 肯南的地位吗 他能够达到 基辛级的地位 因为这三个国务卿都是 改变美国外交 整个大战略的 三大重要的国务卿 因为我们就要考虑的是 蓬佩奥的这篇演说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在美国内部 在美国外部 目前我 目前我没有看到 就是说重要国家的 政府或外交部 有正式的回应 任何一国都没有 那我的看法是 至少我看的法文和英文的 这个资讯里头并没有 包括英国我也没看到 法国也没有 德国也没有 日本我也没看到 到时候澳洲 澳洲有回应 澳洲基本上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只有澳洲有回应 对 但那我要讲就是说 宝贝奥这个演讲 我认为他重要 他的重要 就是今天他的位置比川普好 因为今天如果川普讲 大家就觉得这个就是要选举了 这个人是一个不太有信用 随便信口雌黄的人 但是宝贝奥他代表的是美国精英 他是美国军方出身 他是美国名校出身 他是保守 这个保守主义的大将 所以我觉得宝贝奥的演讲 他如果他讲这个话 比川普还有信用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立场 是会越过川普连任不连任 而持续下去的 但是现在各国在这个时候 都不讲话是因为大选在即 而且川普是一个不断摇摆的人 大家看一看 当时跟北韩的交往 当时跟习近平的交往 如果大家看这个疫情之前 当时美国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他怎么样说习近平 结果美国现在疫情一发生以后 他不但打中国大陆 他还打WHO 还这个对欧洲也不太 不太这个友善 那这样的人其实大家都很小心 但他是老大 谁你都必须买他的账 所以那现在大选又来了 那而且拜登 目前拜登正云 被蓬佩奥的这个演讲 也没有回应 所以看起来 蓬佩奥真正的这个意义 应该是在大选以后 他会不会延续 那我我的看法是 应该会延续 因为 等一下 我们区分开来 会延续跟不会延续的判断 分很多 就是属于保守派这一派的 这个保守 因保守主义这一批人 他们当然会延续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基本立场 但是如果川普连任 这一派在川普的政府里头 可以延续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川普如果没有连任 拜登也会沿用 同样的一个反共策略吗 现在看起来 拜登 如果大家看一下 拜登里头的主要智囊 其实也没有 当时比较主张跟中国交往 中共继续交往的这一批人 其实都没有进去 也就是说 不管是共和党或者民主党 现在对于整个对华政策 对中国大陆政策的制定者 其实都是强硬派 强硬的这个立场 舒老师 强硬派不等于反共派 不等于是要把反共 作为他的唯一策略目标 但是主张交往的这些人 其实现在都不在里头 就我同意 所以这个继续是会继续下去 但是现在其实最大的变数 反而是川普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因为这个是个深野 就川普当选以后 他并不是一个基于价值 而支持的政策 这个是很重要 这跟宝贝尔跟川普很大的区隔 就宝贝尔这些人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他基本上是有一个价值 跟对美国立场的一个 非常深的一个认定 这个认定不完全是经济利益 不完全是生意 而是包括他认为美国的价值 和美国这些整个全球的战略 我觉得这一些人 他们不管有没有在位 他们的这个立场是不会变 这点我同意 只要给他了机会 他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你刚刚讲说川普因为多变 所以不一定代表川普连任了之后 会继续用他们 我觉得关键在这边 对但是现在民主党这一块 如果我们看Hillary跟欧巴马 那个时候的政策 他其实也是要开始围堵 开始要遏制 Hillary当时如果大家去看 他台湾媒体访问他的时候 他其实就提出一个 其实跟现在川普很像的政策 他说你们过分依赖中国大陆 你们不应该这么依赖中国大陆 你们应该要做某种程度的分散跟区隔 Hillary是当的台湾的媒体面 白纸黑字的直接这样讲出来 所以就是说 在商业周固 其实拜登今天上台了 其实他因为中国大陆的实力上来 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 那就是说美国基本上 某一个程度为止 只是大家一般都认为 拜登上来以后 其实他对盟友的态度会比较友善 那他会比较顾到盟友的利益和立场 而去做一个 就像欧巴马当时TPP或TDIP这样的一个大联合 那川普是不要嘛 川普就是把这两个东西都不要 然后用一个双边 甚至他是有时候还打一打盟友 再回过台发动对中共的贸易战 那大家认为拜登上来好像 这个现在就只能说判断是比较不会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国际反应 那么在进广告之前 这点我跟苏老师的判断 我把它分成字 我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的判断很简单 就是反中这件事情 在美国其实已经是共事了 所以呢 你也不必担心说 拜登上来或者川普上来 重新连任 他们那个反中的立场会改变 其实川普改变的幅度 可能还会比较大 拜登不会变 但是不代表他会根据 蓬佩奥的这一篇反共 作为他的反中基础 反中的原因不同 他们采取的策略战术都会不同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看国际反应的情况究竟如何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 苏文达苏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那苏老师其实 蓬佩奥这篇演说 他的效应 一来当然也要看说 到底美国的下一任总统 他在战略战术上面 会不会沿用 不只是战略 而且他必须想出新战术啊 如果今天都已经变成了 一个就是意识形态的 一个反中的话 那你迪士尼还能够去 还能够在美 还能在中国大陆运作吗 那你苹果公司 还可以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吗 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在看 就刚刚我们在这个休息的时候 讲的就说 马歇尔就说 马歇尔发表了这个 这个哈佛大学演说之后 接下来就政策就出来了 美国总统 美国就对这个欧洲大量的援助 那这个政策就非常清楚 那尼克森当时这个宣布了这个对中交往以后 他马上就到中国大陆访问 然后我们就被赶出联合国了 中国大陆马上进来 而且那之后当然因为美国和中国大陆领导人的更迭 所以大概延迟几年才建交 再加水门案了 对建交建交以后马上就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贸易金融全面开放 这个就是政策非常清楚 那现在大家就看就是你这么强硬的一个宣言 你发表了 而且照这个宣言好像就是一刀两断 但是这个很有趣 当这个主持人问他说 你这个是不是一个新的围堵政策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你我不你不能这样讲 但是那看起来 那大家就问那你的政策是什么 然后这个里头他其实主持人也问到一个非常关键 他说即使在跟前苏联那样剑拔弩张的冷战 我们都还维持的沟通管道 那现在然后尼克森跟这个尼克森以来的美国总统 都采取一个政策就是跟中共的领导人 都会有个人的联系和关系 那他说那你现在这样做的话 你还能够联系吗 你还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吗 那蓬佩奥其实在这个答的时候 我认为是有点弱的 他他答说个人关系还有这个信任 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 不过沟通的基础在于诚实对话 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就讲的有点弱 为什么有点弱呢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这种国际政治里头 所谓的诚实其实是很多时候 当然你刻意的欺骗是很清楚 但是没有人会说百分之百的实话吗 一定是有所保留 那你要去判断对方的话语 所以在这个讲 那接下来就说怎么做 其实这一部分就刚刚你讲的 到底怎么做 其实大家现在都在看 因为美国其实如果真的要围堵 如果按照对前苏联的方法 他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他最强的方法就切断美元交换系统 如果今天美国是用对付伊朗的方式 切断中国大陆银行系统的美元交换系统 那坦白讲那真的就是一个 那大家其实现在看就是香港 那就是世界大乱 那就是一个没有战争的战争了 那但是呢这个美国也很小心 因为这个一旦切断 大陆现在是这么大的经济体 你会不会反而刺激了另外一个系统的起来 那这个其实美国也会害怕 我好奇的是欧洲怎么反应 欧洲目前我看到没什么反应 你觉得欧洲没人响应是说 观望如果说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嫌疾 结果出来了之后 我再来决定要不要跟进 还是根本骨子里头是反对的 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啊 就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大选在即 大家现在看的就大概现在变成说 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啦 就川普现在所有的外交 包括军事等等的 都有点是一个极限施压的概念 希望中国大陆有些反应 然后对他的这个选举有点帮助 大概现在我碰到所有的人都大概 包括我觉得在路上 我觉得在碰到饭腹手足 大家都看得出来 那我这边问一点 说老师你所谓的有所反应是什么 就是打一架吗 他们巴不得美国 中国大陆跟他打一架吗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大动作 对于美国来比方说军机擦撞 比方说这个有些 那美国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很有理由 这个焦点就转移了嘛 这个对川普绝对有的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欧洲 如果各位看一下 欧洲整个在二战以后的历史 其实欧洲国家包括英国 对于美国在亚洲过分的介入 其实都是不赞成的 就是欧洲国家 因为欧洲国家基本上 还是有一种害怕 就是说大家看前一阵子 那个川普把这个9000个美军 从德国调出来 梅格尔的反应是很不以为然的 这个大家想 你德国怎么两万多美军 你还要美军住在那 这是美国对欧洲介入和支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和象征 所以他们非常害怕 美国不断的介入亚洲事务以后 其实在欧洲的支持和承诺 就会减弱 所以他们对于 所以他们对于美国要尽全力 在亚洲这边要介入 所以为什么在越战的时候 欧洲没有任何国家派兵 就他们的概念就是 你不应该在那边打仗 即便越南是法国的前置盟地 邱吉尔为什么英国一直劝美国放弃 要求压迫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 放弃金门马祖 邱吉尔写信给美国总统的时候 就讲了很像 他说你总不会为了两个 大家都在地图上找不到 也不认识的小岛 引起第三世界大战吧 他当时就是要求 埃森豪就强迫蒋介石 放弃金门马祖 为什么 他们就讲 美国为了亚洲被绑在这里 那欧洲怎么办 所以他们对于 就是说美国要强力介入亚洲 不管这边强对抗 或者强交往 其实他们都会害怕 那所以他们对这个 而且现在这个政策 这个宣言后面 其实也看不到什么政策 就像美国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出来以后 其实大家现在最失望的是 没有任何经贸的政策 就是说你印太战略出来以后 你资金有没有来 没有来 你贸易有没有签订 也没有 没有任何胡萝卜 对那你到底印太战略在干什么 好像就是画了一个大饼 要大家加入 然后买武器 然后跟着你去反中 可是像莫迪很清楚 我也要活 杜特地也很清楚 我也要经济 那这个时候美国 这个后面的政策没有出来 所以我觉得欧洲目前的观望 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这个不管是印太战略 或者是蓬佩奥这一篇的演说 都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刚刚老师说的 你后面没有跟随政策 对就说美国在历届 这几个大战略很成功 就是他后面的政策 是全面性的 大家看就是当时决定 跟中共交往 马上开放中共的留学生 而且那留学生都没有钱 美国都给他奖学金 给他钱 那当时的概念就是 我要影响你 我要改变你 所以没关系 我出钱 我出力 然后我所有的货物 对你开放 我美元交换系统 全面对你打开 所以这个交往政策 是非常全面的 所以马歇尔 是最有马歇尔计划 是因为讲完了之后 杜鲁门就立刻做了 所以这个里头很有趣 他说我们不要看 他说我们跟中共交往 因为distrust 我不信任他 我要核对 所以我不要看他做什么 我不要看他说什么 我要看他做什么 那现在他反过来 就是说美国 我对川普 我也不想看你说什么 我想看你到底做什么 其实反过来也是 听起言观其行 对那我想 今天我们对美国也是 美国讲这个 其实对我们来讲 但我们外交部 已经说感谢了 因为他在里头 提到台湾 但是其实我们也要看 美国到底做了什么 就讲几个比较重点 就美国和台湾的FTA 到现在都没有下 那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 这个很有趣 是我们希望美国 把我们带进WHO 结果我们不进去 美国自己退出来 这个就 那我觉得就说 美国你这么多的承诺 这么多的宣誓 你后面如果没有政策的话 其实有损生育 这个是我觉得 对美国一个霸权来讲 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地方 所以这件事情固然影响重大 可是他后续能不能够持续 当你没有政策的肉 填在那个地方 现在看起来 印太战略里头 他所呈现出来 没有胡萝卜 而且要求各国自备棒子 这件事情 其实你就传统的 这一个战略上来看的话 几乎很难看到 他成功的机会 而且11月以前 也不太会有政策 因为现在就要选举了 好 美中之间的大 我们现在时间上 可能来不及谈任何一个大题了 互相关总理事馆之后 你觉得还会不会再关总理事馆 我想应该不会关了啦 对 就是说也没那么多 应该不会再重复 当然有别的总理事馆可以关 可是现在他目的是为了选举的话 那你那个话题 如果你变成第二个动作的时候 那个话题性就会降落了 效果就不高了 对 就是说这个已经关了 然后现在 其实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在 这个我们周边海域的 这个军事的紧张 这个其实对我们影响就很大了 因为我们在其中 那万一有一点点差状 引起这种 引起这种紧张 两边都下不了台 怎么办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 影响非常大的 好 谢谢苏老师 谢谢苏老师 还没讨论 有eten